哈囉大家好,這裡是專注遊戲的狐狸牧場,我是刺狐 遊戲業當中的經典詐騙事件不曉得各位還記得嗎? 那件讓玩家很期待卻在推出後4天收掉的遊戲公司 如今又再次回來了 這次又會是新的騙局嗎? 今年推出的知名粉絲項遊戲當中 有哪些遊戲即使不是粉絲也值得一玩的呢? 這些我在上週都有整理影片分享給大家 除了這些消息之外 本週還有不少有趣的遊戲新聞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本週的電玩亂報 星明特工的工作室正式走入歷史喔 星明特工這款遊戲在遊戲的歷史上 絕對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相比於之前聊過4天收掉的詐騙遊戲 這款遊戲撐得比較久,整整有兩週的時間 然而它卻是最快收掉的索尼發行的3A大作 星明特工從有消息的那一刻起 他的一舉一動都被大量玩家給關注著 然而實際上這些有關注的玩家 確實沒有多少有實際玩過這款遊戲 除了整體政治正確到過頭的設定之外 遊戲中還有要打磨的玩法機制 確實找不到讓人想要玩的理由 而負責開發這款遊戲的工作室 Firework Studio 他們旗下員工的一些發言 在當時也引起了一些玩家的不滿 不過即使如此 在星明特工確定收掉的當時 不論是索尼官方 又或是Firework Studio 當時的態度都不像是 要真的讓星明特工走入歷史 最大的原因在於 這款遊戲有著3A等級的開發成本 如果收掉了幾乎等於血本無歸 當時整體的遊戲市場在猜測上 認為索尼會要Firework Studio做出調整 後續以別的方式推出 例如成為未來PS Plus當中的遊戲之一 不過雖然有這樣的說法出現 但普遍的玩家同樣認為 星明特工這款遊戲 不論怎麼拯救顯然都不會再有呼吸 整體的遊戲市場更像是 在看這場笑話接下來會怎麼發展 不過或許在當時 也沒有多少玩家會想到 如今的索尼是如此的果斷 就在前陣子SIE的執行長 發表了一封給員工的公開信 裡面講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話 但總結來說就是 但總結來說就是 他們將會關閉Firework Studio 與Neon Kong這兩間公司 並且給出的理由是 因為確實遊戲表現得並不好 另外在公開信當中也有提到 PVP的第一人稱射擊類遊戲 是一個不斷發展與競爭的領域 索尼承認他們的失敗 並從星明特工當中獲得教訓 以這個教訓來實現未來的成長 對於SIE最終做出這樣的決定 我個人還是覺得相當驚喜 畢竟開發成本擺在那邊 不過也或許 星明特工整體的架構並不會被丟棄 而是會交給其他團隊繼續延續下去也說不定 這部分就要看SIE方面後續會怎麼做了 不過顯然以短時間來看 星明特工的事件也正式地畫下了據點 不過說到索尼第一方的射擊遊戲 之前有消息的遊戲馬拉松 在最近公開了遊戲的進度 預計將於2025年可以推出試玩版本 這款遊戲會是撤離型的射擊類遊戲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持續關注後續的消息 關於Fireworks Studio被關閉這件事情呢 大家又有怎麼樣的想法呢? 玩家與媒體之間的拉扯又開始囉 暗龍紀元 殺葬守護者 這款遊戲在推出之前 就因為遊戲先前的一些畫面引起了不小的討論 總結來說就是因為各種政治正確的爭議 造成了玩家的不滿 這款遊戲在設定上相對比較刻意 當時因為遊戲由SWITZBABY加入的緣故 更加的引起了玩家的不滿 在當時普遍的聲音甚至認為 是SWITZBABY自己主動要求要加入到這款遊戲當中 也因為有這樣的傳聞出來 直接把問題推到風口浪尖 當時SWITZBABY方面也有出來澄清 並不是SWITZBABY自己主動要加入到這款遊戲的製作當中 而是遊戲公司方面自己想要做多人化的內容 在他們的邀請之下SWITZBABY才提供建議 不過不論先後順序是哪一個 SWITZBABY顯然也確實加入了這款遊戲當中 近期政治正確相關的遊戲連續翻車 然而暗龍紀元 殺葬守護者似乎是相對之下 比較穩的一台車 遊戲在推出之後同時在線人數最高來到了7億萬 這並不是一個好到值得分享的成績 但以近期各種翻車的遊戲來看 這又確實是一個相當優秀的成績了 不過目前最有趣的問題不在這裡 而是在整體的評價上 普遍的媒體給了這款遊戲不錯的評價 我們拿平均分數的Metacritic來看喔 在媒體的評分上 PS5版本獲得了84分的成績 XBOX版本拿到了93分的成績 PC版本則是79分 這畢竟是綜合評價的網站 能夠拿到這樣的成績 就表示普遍的媒體都給出了蠻高的分數 然後問題同樣發生在Metacritic上面 這個網站除了有媒體的分數之外 還會進入玩家的分數 滿分10分的總分當中 目前拿到了4.1分的低分 並且有破3000位用戶給予評分 在評價上除了針對政治正確的評論之外 也有不少評論是針對遊戲玩法的 認為遊戲在內容上有不少問題 然而如果事情只有到這裡 那就是單純的媒體與玩家的分化 但還有一個地方 進入了玩家的回饋 那就是Steam 從11月1號推出到現在 這款遊戲的累積評價 拿到了大多好評的成績 評論人數超過9000人 在Steam的負評當中 就可以看到不少針對DEI的不滿言論 不過也有玩家表示 這間公司特出的遊戲 本來就不太有什麼帥哥美女 這類的遊戲有多元化根本沒差等等 如果把Steam的評價放進來看 那這款遊戲的評論 確實就變得撲朔迷離囉 以目前的狀況來看 遊戲有著還可以的銷量 很好奇後續會有怎麼樣的發展 也有一間遊戲公司 因為居家辦公而發起罷工 前陣子有聊到Ubisoft的罷工事件 當時就是因為居家辦公的問題而罷工 員工方面不想要進辦公室工作 而最近動詩暴雪也捲入了相關的問題當中 這次罷工的人是 決勝時刻黑色行動6的評管人員 他們指控動詩暴雪 有些員工已經有被醫生證明 因為醫療狀況的緣故 因此建議他們居家辦公 但動詩暴雪卻依然要求這些人 也都要進辦公室上班 另外他們也同時爭取居家辦公所需的住宅 而動詩暴雪也有透過媒體回應過 他們認為要讓員工重新回到辦公室 確實是需要一點時間適應 並且他們會持續跟那些有住宿需求的員工討論 看能不能夠找出雙方都能夠接受的方案 相較於Ubisoft員工的罷工理由 如果是有醫生證明 因為醫療需求而需要居家辦公的話 我自己會覺得比較可以接受 或許是文化差異啦 身為一個亞洲人 因為上班要去公司所以罷工 這點確實會讓我有點困惑 這點要是有更理解歐美文化的玩家 歡迎留言補充 任天堂本家的遊戲超大驚喜 異度神劍X終極版 預計將於2025年3月20號推出 這款過去在WiiU上推出的遊戲 因為平台的緣故讓很多玩家沒有接觸到 但也持續都沒有移植的消息 這次要推出確實相當驚喜 喜歡異度神劍系列的玩家不能錯過喔 迪士尼音樂遊行安可版日文版 預計將於11月21號推出 目前確定日本以外的亞洲版本 將於12月12號推出 並且會支援中文 任天堂推出Nintendo Music服務 在手機平台上架 可以利用這個APP 來聽任天堂遊戲當中的音樂 只要有訂閱NSO的會員 就可以下載來使用 喜歡任天堂遊戲音樂的玩家 趕快去下載吧 以上就是本週新聞的部分 為了感謝各位一直以來都會亂報的支持 每週固定的亂報 正在舉行連續的抽獎活動 每週我們都會抽出 NSO XGPU其中一個月卡 抽出的項目會在每次的亂報當中輪流喔 本週的抽獎項目為NSO 各位只要在下方留言 分享對這次新聞的任何想法 並且訂閱這個頻道 就符合抽獎資格 中獎資訊會在下一週的亂報公告給大家 那上週XGPU中獎的觀眾是華美上這位 請於三天內私訊我的FB專頁 進行身份核對跟領獎喔 接下來看看上週新聞大調查的結果 多數的玩家認為波斯網址賣不好 是Ubisoft高層的問題喔 發行政策確實很重要 那本週的新聞大調查是 各位覺得Firework Studio被解散是好事還是壞事 歡迎底下留言區按讚投票 那接下來跟大家分享 法米通公布10月21號到10月27號 日本地區的遊戲銷售排行 第十名Switch平台 索尼克夏特世代重啟賣出7021分 第九名PS5平台 三國之8 remake賣出7133分 第八名Switch平台 《薩拉達傳說智慧的再現》賣出7567分 第七名PS5平台 《職棒野球魂2024-2025》賣出10182分 第六名PS4平台 《復活邪神2 青英雄的復仇》賣出12367分 第五名Switch平台 《三國之8 remake》賣出12411分 第四名PS5平台 《決勝時刻 黑色行動6》賣出26947分 第三名PS5平台 《復活邪神2 七英雄的復仇》賣出32157分 第二名Switch平台 《復活邪神2 七英雄的復仇》賣出70367分 第一名Switch平台 《超級瑪利歐派對 空前盛會》賣出81393分 《超級瑪利歐派對 空前盛會》在有大量新遊戲的狀況之下 依然穩住了第一名的成績 甚至還有8萬銷量 這或許也跟日本的假期安排有所關係 《復活邪神2 七英雄的復仇》 我三個平台都有上榜 並且獲得了不錯的銷量 索尼克夏特世代重啟 在銷量上比預期的還要糟糕不少喔 尤其本身我自己是喜歡的 或許是這個IP真的越來越不熱門了 以上就是本週新聞的內容喔 我近期在《赤虎羽毛》那個頻道 也有聊到關於索尼克夏特世代重啟的 電廠版開箱的主題喔 喜歡聊天形式影片的觀眾可以去看一下喔 那這次的電話亂報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 希望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我會祝福你玩遊戲都不會卡死關 那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我還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看喔 我是赤虎 祝各位遊戲愉快